自從大紀元集團獨家爆出習近平幕僚表示 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之後 有關中共將滅亡的消息頻頻出現在很多媒體 還有預言家稱 2020年中國將出現大革命 習近平最後不得不同意做出重大改變 走投無路 習幕僚 我們進了死胡同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林瑞在接受英文大紀元 美國思想領袖頻道採訪時說 我認為中國正在進入一個與當年蘇聯解體類似的時期 並不是說中共政權一旦垮台 整個中國就崩潰了 中共垮台之時 國家還會在 房子還會在 只是政體發生了變化 林瑞認為 現在的中共國政府是想到哪 做到哪 功能極度失調 政府根部不知道民間實際情況 解決方案更無從談起 這是因為對現實缺乏正確的認識 中共政府非常清楚 他在國內已經是死到臨頭 他舉例說 一個和習近平關係密切的中共高層幕僚 曾坦率地對他說 林瑞 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 每個人都清楚 這個體制已經完了 我們進了死胡同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因為這裡處處是雷 踏錯一步就可能會粉身碎骨 林瑞認為 真正燒腦的問題 是如何走出共產主義這個怪圈 林瑞建議蓬佩奧和他的團隊 應該考慮準備如何應對中共垮台 中共內部多方勢力的投誠 和政治體制轉型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 海外中文媒體爆出了半年多前的事 而且直接涉及到習近平和他的最鐵感親信 栗戰書 栗戰書女兒栗潛心高調露面 2019年4月15日 港媒報導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展是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主辦 中共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的女兒栗潛心 以及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鄧中華 及北京駐港其他高層等14日都有參加 公開資料顯示 栗潛心於1982年出生 現任河北省政協委員 過去曾任雲南省政協委員、香港華金會副主席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公司、直接投資董事總經理 報導表示 栗潛心一向低調 這次在教育展露面 原因是建銀是這次活動的贊助單位 栗戰書生於1950年河北平山人 他先後在河北陝西黑龍江貴州四省擔任要職 早年栗戰書曾任無級縣委書記 期間與同在河北地方任職的習近平 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私人關係 二人一起相投 經常一起喝酒 不過 由於看不慣江派的貪腐 栗戰書在江澤民操控權力時一直不受重用 直到習近平十八大上台後 栗戰書在快退休的年齡獲得習的重用和提拔 2008年栗戰書在中共央視受訪時 披露自己的女兒小名叫多習 一方面可能是多多學習的意思 另一方面也可能與習近平有關 《南華早報聲明道歉》 涉及栗潛心蔡華波 2017年7月19日 就在中共十九大各方激烈交鋒的時候 江派控制的英文《南華早報》發表了題為 這名半島控股公司的新加坡投資人 是怎麼連到習近平心腹的 一天後 《南華早報》罕見地刪除該文 並鄭重發布聲明道歉 稱該文不符合出版標準 因為其中包含了多個未經驗證的暗示 聲明就此令人遺憾的錯誤 向讀者表示道歉 這篇文章揭示 32歲曹浙江口音的新加坡投資人蔡華波 6月底在增持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團股份時 被香港媒體發現其遞交監管機構的文件中的地址 與一名叫栗潛心的女士的地址相同 其實她們是夫妻 文章說 蔡華波在香港和英國擁有巨額資產 包括價值超過100萬英鎊的一匹賽馬 在香港赤柱半島有一處1500萬美元的豪宅 中環中心頂樓價值5億港幣的辦公樓 一家上市公司 而增持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團股份所赤15億港幣 不過是她又一筆存放閒錢的重要資產 外界評論說 這是江派對栗戰書的攻擊 此舉是中共黨內反對勢力對習近平王岐山 剷除最年輕政治局委員孫政才的一個反制 後來南華早報不得不道歉 很可能是習近平發話了 這一燈一撤 顯示中共十九大前黨內高層權力博弈十分激烈 栗戰書全力推動修改憲法 2019年兩會 習近平刪除國家主席及副主席 不得連續任職超過兩屆的條文 栗戰書被曝擔當了太多不可忽略的角色 栗戰書獲任修憲小組副組長 具體做了很多工作 不過 路透社曾報導說 習近平使用了極端強硬的方式推動修憲 這種方式可能冒犯很多人 美國之音報導說 事實上 習近平上台後 尤其是進入第二任期之後的修憲 和恢復終身制等做法 引發了很多中共退休元老的不滿 而紅二代的不滿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迎頭痛擊和挑戰習近平的 包括鄧嫖芳等人 當栗戰書被反習勢力攻擊時 卻讓自己的女兒公開亮相 這與習近平的做法相同 替賦解釋 署名明澤的習明澤文章被翻炒 2019年4月初 一篇4年前就在人民網發布的 《學習小組》的文章再在網絡翻炒 題目為《習近平鐵腕反腐的真正原因》 署名是明澤 和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諧音 有消息說 這個明澤就是習明澤 《學習小組》就是習明澤領導的 習十八大剛上台 宣傳掌握在劉雲山和劉起寶手裡 習在吃包子 打滴事件之後 聽從彭麗媛的建議 把90後女兒習明澤召回國 為自己打造新媒體形象 2020年新年後 由海外中文媒體再次貼出明澤的 《習近平鐵腕反腐的真正原因》 很是特別 回頭讀這篇文章 真有種女兒替父親喊冤 替父解釋的味道 文章開篇就說 十八大以來 中國社會不斷呈現出新的發展樣式 和新的進步姿態 最醒目的莫過於打虎拍蒼蠅的 習式反腐行動 然而國際上尤其外媒 不斷質疑習近平 即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反腐的動機和目的 認為這是一幕黨內權力鬥爭 最明顯的例子是《紐約時報》 1月16日發表的 題為《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一文 文章認為習近平的反腐行動 更像是斯大林式的清洗運動 並以習近平以前的製地福建和浙江 沒有一個副省級以上官員落馬為例證 證明選擇性反腐的觀點 然而這個論證太過牽強 其中謬誤很快自證 文章接下來舉例說 浙江省首虎、思新良、福建省首虎徐剛 這兩人都與習近平有不少工作交集 算得上是習近平的老下屬、老同事 對曾經置地的老部下、老同事該查就查 不留情面 是對選擇性反腐說法的最大否定和諷刺 文章還給出了習近平在2014年 中央巡視小組的一段講話 不能看人看地方下菜碟 對領導同志工作過的地方不能投鼠忌器 要全部掃描 接下來這段話有點暴露筆者身份 它至少是英文非常好的 如讀國外報紙的 有意思的是 筆者注意到福建、浙江首虎落馬的消息 包括紐約時報、BBC等國際主流媒體 都未做任何分析報導 曾幾何時 他們便拿這兩個地方沒有老虎落馬說事 新聞固有新聞的價值和傳播規律 但這般選擇性分析報導 難免留下有色眼鏡、中共偏見的嫌疑 在評論完外媒之後 明澤用肯定的口文寫道 中國為何強力反腐? 習近平為何打虎拍蒼蠅? 原因很簡單 腐敗是人民之敵、政權之敵 人民最痛恨腐敗 腐敗最威脅政權穩定 甚受中國傳統古籍影響的習近平 熟安歷史上的治國經驗和智力智慧 正之所興再順民心、正之所費再逆民心 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等古語 無不闡視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歷史經驗 文章最後說 至此 習近平反腐的真正原因已經很清晰 那就是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讓中國人民過得上好日子 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習近平栗戰書把女兒都堵上了 這篇文章的確有些像是出自習明澤之口 不過很有黨八股風味 估計是被學習小組裡面的御用文人給修改的 2019年10月有傳聞說 習明澤又回到美國讀書 3月還有人說 習明澤將出任中央部委某司局級副職 胡海鋒升任西安市委書記 並指這是習近平和胡錦濤同盟之果 確定了接班人 不過外界估計這只是江派放出來的政治笑料 因為習明澤沒有進入官場 而胡海鋒至今還是浙江利水市委書記 目前習明澤在哪是個謎 不過早在2014年就有傳聞稱 學習小組是由習明澤在負責 作為一國公主 找什麼工作都沒有幫助危機中的父親更重要 《新紀元》此前報導了 習近平多次險些被暗殺 加上進入2019年後 中美全面對抗 習近平面臨外憂內患 假如習明澤真的還有點理想、有點孝心 他學花木蘭、替父從軍也是很可能的 習明澤碩士導師之一的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 2015年5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致力打攤是一個高風險舉動 拿捏不好分分鐘會危及中共政權 因為習很多同僚也是腐敗分子 他們擔心倒台被清算 可能會聯合對抗習 馬若德還撰文說中共恐怕會走向滅亡 習要挽救共產黨並非易事 不過為何有人在2020年新年之際 拋出2014年的舊文章 為何栗潛心在銀行工作早已家財萬貫 還要拋頭露面擔任河北省政協委員 莫非習近平栗戰書為了實現其所謂革命理想 完成其紅色事業 不惜把女兒賭上 讓女兒也參與政治 子承父業 中國有句古話 打仗還靠父子兵 沒有兒子 那就女兒上陣唄 假如真是這樣 不但兩位糊塗的父親 最後會走到死胡同 還把兩個女兒也害了 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 無論是習明澤還是力潛心 他們都是接受西方民主教育成長起來的新一代 假如習近平想拋棄中共 走一條新路 那習明澤等新人就是很好的顧問 但願最後結局是第二個 是第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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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歌 是第二歌 是第三歌 是第一歌 有些極道 是第一歌 那歌 有些歌